上海商營金融分行的ATM 有航員發現機台的插卡槽 疑似被放置鐵片製成的側路裝置 用來道路持卡案的障密 而警方二號貨報 目前已經鎖定兩名外籍嫌犯 巡線追查當中 並成立專案小組 要清查轄內所有的金融機構 不排除幕後有集團操控 所幸目前沒有人因此受害 插入卡片按下密碼 準備提款 就跟往常一樣領錢 現在卻有銀行員發現 提款機卡槽多了 這個裝置趕緊報警 看似普通的鐵片裡頭 疑似裝有電路晶片 可以側入持卡人個資 甚至密碼都可能外流 後果不堪設想 民眾提領現金時沒有察覺 很可能就掉入現金 一般大部分都是 比較不會去注意 有可能啊 因為我們會信任銀行啊 這樣子提款是很經常的一個動作 銜行的機制就要變得比較強一點 嫌犯下手的ATM就在基隆仁厄路的上海商營 警方調查掌握到兩名外籍嫌犯 半夜把疑似側入裝置放進插卡朝後逃逸 而且兩人只使用義附卡聯繫 翻案後立即換卡 設下斷點 不排除幕後有集團操控 甚至是國際ATM盜領集團捲土重來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目前初步清場 尚未有民眾被害 並且以鎖定特定犯行 機器偵犯狀 因為他那個義務 送進去以後 我們整個機器就沒辦法使用了 因為已經沒辦法使用了 所以那個後來人卡片 根本沒辦法插入 上海商營強調 無人受害 而警方更大動作清查 轄內所有金融機構 占無類似情心 或許就怕震驚國際的 一營盜領案再次發生 不過一個是植入二億城市 讓多家分行ATM自動吐槽 另一個則是利用側路裝置 竊取張密 手法大翔徑庭 但多份小心才能避免嫌犯的 計謀得逞 記者傳訊郭俊麟 基隆報導